我们的老朋友迈克 在他二舅的车里 找到了一支钢笔 但是盒子上写着钢笔手枪 这让他不太理解 经过一番研究才知道 这东西外形看着和钢笔没区别 但是里面大有玄机 他把笔拆开 前面是一个单独的空心管 往两边一转 向中间折叠成120度 就变成了一把枪的模样 一旁伸出来的小丁丁 就是枪的扳机 二舅告诉他 这叫做钢笔手枪 是用来发射信号弹或者催泪弹的 让他别瞎搞 听完 叛逆的迈克兴趣一下上来了 非要用子弹装进去试试 他搞来一个苹果 装上子弹 对准后扣动扳机 没想到苹果直接被打得对穿 接着 他换上了假人老兄的手 装上子弹后又来了一发 手掌同样被打穿 看到这样的场景 迈克确实有些震惊 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但他还想看看实战效果怎么样 打别人犯法 打自己又怕痛 于是 他弄来了一块弹道明胶 装上子弹 对准就是一枪 迈克拿起来一看 我的天 这么厚的明胶 只差三分之一就要被打穿 子弹射入的深度 目测至少在25厘米左右 也就是说 要是打在人身上 完全可以贯穿 威力不容小觑啊